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指责伊朗 突破浓缩油生产风度限制的决定 违反了伊核协议 但是现阶段法方仍将致力于 以对话解决问题 马克龙6号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 双方同意在7月15号前 继续探讨各方恢复对话的条件 同时德国和英国纷纷要求 伊朗立即停止违反伊核协议的相关活动 并表示正在与伊核协议其他亲自方 协商下一步措施 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认为 伊朗的最新举动在意料之中可以理解 但俄方同时会与伊朗 避免进一步采取 使伊核问题复杂化的措施